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分享一道非常清爽可口的小吃 买了几个新鲜的马蹄 马蹄的口感爽爽脆脆的 而且清热降火 马蹄去皮以后给它剁成小丁 再来准备一点胡萝卜切丁 尤其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再来准备的豆角切成小丁 这就是准备好的配菜 有马蹄,红萝卜,豆角 准备一点红葱头蒸香 买了一小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五花肉去皮以后再剁成肉末 肉末不用剁得太细腻 要留一点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好很多 热锅下油 我们先来把配菜类先炒熟 先把豆角放锅里面炒至断生 接着再把红萝卜丁放进来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炒的太软 要保持一点爽脆的口感 炒好之后呢 就盛起来备用 锅里面重新热油 把刚刚的红葱头放进来爆香 接着放入肉丁炒出香味 把肥肉的油汁煎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配菜放进来了 没有炒过的马蹄 这会儿也可以加进来 加点盐 加点生抽调味即可 味道可以比平常煮菜稍微咸一丢丢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先盛起来备用 这是在市场上买的猪肠粉 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皮太麻烦了 买的还够方便一点 一张皮可以切成两片 然后勺一小勺这个馅料包起来 注意看一下这个手法 包成三角形 不要把馅料露出来就可以了 也可以卷着包 包好以后就可以上锅蒸三分钟 蒸好以后 晶莹剔透的 口感爽脆 小朋友一下子炫了三四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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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